假日看起来就是台北市长柯文哲活动的时间 但今天他被人家偷亲了 到底怎么回事 上午他跟桃园市长郑文灿同台宣传水果 一路上民众都非常的热情 而且好多人都要请他吃水果 包括现在盛产的水果像是西瓜凤梨 不过柯文哲好像还是一贯科士的作风 他都不吃 他非常的执着 反倒是看到花生 他就大口的往嘴巴里塞 那也许民众看到他太热情 从画面中看到这是一个男生 结果他看到柯文哲以后好高兴 他跟他握完手以后 竟然偷亲柯文哲的手 后来再碰到一个女性的支持者 也是如此 两度被偷亲 今天问到柯文哲的反应 他说他觉得怪怪的 急忙小跑步招呼贵宾 就怕怠慢远道而来的桃园市长郑文灿 但一转身柯文哲老毛病又犯了 市府员工赶紧把人叫回来 原来活动一结束 柯文哲又只顾着闪人 没发现郑文灿还在原地 来来来 其实 我走得很快点这就没到 连走路都要求速度 但柯文哲再怎么迅速 也躲不了民众热情突袭 民众一握完手 人不妨就这样亲下去 柯文哲在淡地脸上尴尬 躺不住 但这还没完 民众以握手之名行偷亲之时 到了十分钟的路程就被亲了两下 别说柯文哲很难防 毕竟这一路民众超热情 西瓜 凤梨 柯文哲都心灵了 倒是看到最爱的花生 他大口往嘴里送 看到这一幕翻西瓜的 送凤梨的都心碎了 但别以为市长不赏脸 他可是一直奠记着这西瓜跟凤梨 离开前还不忘抛下这一句 三连新闻 夜里凡离品 SNG小组 台北报道